看到我们的科技新闻线又要给你非常多的科技资讯咯 全台湾独一无二的3C资讯带众节目就在科技新闻线 我是杨一梅 那今天要谈到的包括什么呢 包括说现在10万小米10万G 每个人都在抗议哦 为什么我们的智慧财产局竟然要封锁一些IP呢 让大家很不舒服 另外呢如果说想结婚的朋友这一集绝对不可以错过 要告诉您一些关于结婚的秘书一些APP呢 还有告诉新人 如何使用专属的APP去打造您专属的婚姻的APP 用APP来制造APP概念有点难懂 但是呢今天答案要帮我们揭晓咯 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与会来宾 首先呢是蚂蚁科技报的站长罗常伟 常伟哥你好 姨妹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再来呢我们的准薪郎官了 即将在年底就要完成终身大事 也是我们的旧事交不落的站长阿汤 阿汤哥你好 大家好我是阿汤 就是要结婚的阿汤对不对 是 对 可是讲一讲哦 其实常伟已经结婚蛮久了嘛 对 对哦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跟阿汤有关系的 会不会自己觉得有点落寞的步入了婚姻的坟墓 不会不会不会 其实那个其实很多事情 就是跟老婆以后 然后还有家里生了小孩啊 然后这个家庭的互动才会更有趣啦 嗯哼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反正她婚姻都已经定了 人家老婆也到现场 你也不可能说什么啊对不对 会出席吧 会会 先帮你炸她再说 不过呢今天要反而来问两位的是说 我们来今天看到我们科技新闻线头条哦 要告诉你的是说呢 其实在WWDC之前有讲嘛 开卖三分钟哦 马上门票就被抢光了 那个时候呢 现在库克呢已经说了 我们会有一些革命性的新产品会推出来 先问一下两位啦 大概觉得是什么 常伟 嗯我猜是跟手表有关系的吧 可能是那个 iWatch之类的 但是阿汤你自己觉得在这一次的WLDC 有可能会看到硬体问世吗 还是说还是只有大家所说的 iOS 7啦之类的 我觉得这次应该主要是只有软体啦 因为其他如果要开发应该没有那么快 大概是秋天吧 秋天而且外界也在传说 我们等到iWatch 可能要等到明年的年底耶 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之外呢 库克还开枪了 他对Google讲说 你们现在在封那个Google Glass嘛 但是我告诉你Google Glass呢 根本就不符合大众的潮流 哇这个其实呢 这炮火非常的猛烈哦 他觉得说呢 他肯定的是穿戴装置 但是他觉得这个Google眼镜哦 并不是普国大众可以接受的 阿汤为什么 因为第一它价钱非常的高 大概多少钱 一千五百美金那它已经是等于一台笔电的价钱 然后第二的话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习惯戴眼镜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近视嘛 对那第三的话 你平常眼睛在那边有一个东西 你不一定长时间下来 或许对眼球也有可能一些影响 对所以目前要普及可能还有一些技术要克服 的确哦 好像大家可能会比较习惯 如果是穿戴的话 戴个手表可能是比较无伤大牙 但是常伟哥你自己觉得呢 因为好像常伟哥哦 对于这个Grow Glass 你好像也不太想要去申请去试用 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和我之前本来是近视啦 那我又去做雷射开刀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戴眼镜对我来讲是非常不舒服 因为我从小戴要大 就算没有镜片 对 对 就算没有镜片但是要弄个东西 像麻堂哥他这个眼镜就是做个造型用的 人家帅也不能说他啊 跟你说要戴这种东西 其实我也是非常不习惯啦 那虽然说这个眼镜哦 我觉得如果说我出去玩的话 可以去做一些记录 然后做一些摄影 我是觉得还蛮方便 但是要我日常生活戴着 比较不太可能 所以我也蛮赞同他的说法 那反而我自己对一些穿戴用的一些 像手表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配件 反正比较有兴趣 所以说两位哦 我们来举个赞许牌 如果说您同意库克他所说的话 请帮我按个赞好不好 到底库克的话言之有理吗 我们来看看两位的看法 哦真的都觉得说好像Google Glass 虽然说雷声很大 但是实用性跟他未来的可靠性 好像似乎不是那么的高哦 不过呢接下来这个主题 恐怕人人都要喊个虚了 现在的网路上 不管是PDT的湘民 还是很多网友开始大骂特骂 因为呢有些国外的网站 包括开一些漫画的 开一些影片的哦 可能都有影响到就是著作权 清权的问题 现在的台湾就是我们的救产局 要封锁这些清权的网站 现在的很多网友都怒吼了 这个跟网路戒严有什么两样呢 两位其实本身呢 也都是在靠着网路的生产 不管是资讯还是文章嘛 也是你们主要工作 超约克你自己觉得哦 在对于清权这方面来讲 如果今天你的科技蚂蚁爆 可能呢被别的国家 或者是别的人就这样清权了 对你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是有啦 不过通常你清权的人 也不知道他是谁 他拿过去有时候 一方面来讲 对我们来讲 可能是增加曝光量 增加知名度 有时候我们还会就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就好像那种小咖啡 炒新闻 就说还要自己放新闻去炒 那如果说今天 如果我们出的是一本书 或者是像漫画 或者是一些比较 变影之类 我纸本类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那个版权问题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出 然后我就被人家放在什么 我们不知名的网站 甚至还拿去贩卖的话 有盈利的话 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受伤 那阿汤的如果就是交不落 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内容被侵权了 你会觉得会害怕吗 还是说这也是无可避免的 其实是不至于害怕 因为目前我网站被侵权了 已经被盗过不少文章了吧 对然后特别是像香港大陆那边 你防不胜防 但我有时候会用一招 就是可能他们到的话 是全文直接贴过去 那连图片都直接用我的连结 那我就可能会用 替换图片的方式 让它显示的图片 都是显示很奇怪的文字 等于说就是就是图不对文 大家知道说这个是无文明 那其他他们有些盗文 可能是要整很多网站 那为了赚一些 可能Google的广告 或者是Yahoo广告这样子 那我们可能就是可以去 像Google或Yahoo检举 那他们就可以 少了一些广告收益 或许他们就会减缓这些动作 所以很奇怪的时候 为什么政府呢 不对我们这些 台湾这些创建者 我们来做比较有利的防治 反而要去封锁 有一些这样的IP网站 像我好都觉得说 好像是有点网路要戒严了 我们刚看到资讯的自由流通 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我们现在 好像就跟中国一样 也建起了万里长城 建起防火墙哦 而且呢现在网上也流传了 中国人也说 哎呀你们现在 总算感觉到这个感受了哦 而且恐怖的是哦 现在呢甚至有网友 他可能呢就帮您创建了一些 可能一些抗议性啦 或者是呢有一些懒人包 告诉你这个资讯哦 他的IP也被封锁了 两位觉得说 言论自由比较重要 还是智慧财产权呢 常委怎么觉得 嗯我是站在中立立场啦 中立立场 两者都非常重要啦 嗯对 因为我们也不想像中国大陆一样 连Facebook都不能上 然后但是我们也不希望 就是说这些 你知道这些辛苦的 一些智慧的创作者 他的辛苦的智慧捷径 就被人家这样像音乐啊 或者是像漫画 或者是像可能书 这样被人家盗用 那我们也觉得相当可惜 那阿汤呢你觉得说 哦这个其实呢是 封锁IP这是有效的做法吗 嗯其实我觉得 这没有什么特别效果 因为如果你像国外的漫画网站啊 或者是一些影音下载的网站 其实他们前面还有一层 是用来做跳板的 如果当你封锁他之后 他其实只要换了第一层的IP 那他就可以继续进来了 因为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用这样第一层 你就防火墙 人家不用翻墙 人家直接跳个站 你的IP锁了就让你锁了 像这样只能嚇阻一些一般民众 那对我们来讲 可能有些网站 其实他可以下载的东西很多 但他不一定是侵权的 那我们目前能认定的 只有智慧产群 然后别人或者是NCC这样子 那对我们来讲其实很不公平 而且对啊 而且等于说 如果说是你官方在自由新政的话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侵权 对我们的实用性 为什么土豆网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PP Stream 为什么就没有呢 到底这个比重是怎么算 所以就有人说啦 而且呢你如果可以查IP的话 恐怖哦 国家的机器老大哥会做事可就多了 所以说来告诉我们一下 现在他到底实际上的阿汤 到底他是想要针对谁呢 他主要说重大明显青台著作权的网站嘛 那通往重大明显 可是那种很大型的漫画网 或者是电影下载站 那或者是像有些是A片下载的 之类的 那其他可能像大陆有很多虾米网 或音乐的下载 像我觉得应该是针对这些去封锁 那他所谓提供少量或部分危机授权 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失公平啦 那有些可能他算少量 可是他可能档案是很严重的东西 可是你就因为他少所以就不封锁 既有差异 对而且你看答案就知道 其实你的内容重要性 跟他档案的流量大小 有时候是不成比例的 因此呢很多人担心啊 你看如果说呢 好你们说审查就审查 你们会拿来好好的审查吗 还是会检查我们哦 有这么多的人哦 都不相信我们的国家 会好好的善用这样的资源 而且不会拿来就是滥用 很多都觉得说 还是有可能会被政府拿去滥用 而且坦白说 索IP啦 这个言论审查是有问题的 包括网友也抗议啦 拿来了联合国的报告 告诉大家呢 我们的言论自由是有所保障的 而且我们就科技面来讲 川伟哥 索IP有实质上的困难性 还有问题性在哪里 索IP的话 基本上因为很多网站 其实因为网路上的IP是有限的 那在目前的情况下 所以很多的网站 会放在同一个IP上面 那假如说他今天是直接封锁IP 然后那有可能会影响到 不包含只是这个违法的网站 有可能会去影响到其他的网站 其实这在那个垃圾邮件上面 其实就会看到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IP 架了一个寄垃圾邮件的 结果发现就全部都 整个公司人就全部都被挡掉了 因为同一个IP对不对 对就同一个IP 他如果一挡他就整个挡 那其实这个很多机制 你也可以例如说到一些 这些国家 那个国家做跳板 然后也可以去上那个网站 所以一句话其实就是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就这种盗版问题 从大概可能2000年就到现在 十几年来都没办法 就是网路发达的时候 也可以咨询共享 网路越发达 你的东西就越好被传递 那越好被传递 那就你就越难去 赫止这些盗版的问题 而且再加上现在我们网路 可能越来越快了 因为马上又进入到了4G的时代了 现在有个好消息 因为现在官方说法 4G在年底会试照 4G出来之后 代表是我们现在也谈到 上网速度变得更快 流量变得更大 但是他也告诉你 我们现在3G吃到饱的这个概念 可能就会有所扭转了 但是我们来问一下 两位答案现在 目前都还是3G吃到饱 对不对 对 对 那我们再举个战虚牌 如果说今天告诉你 我们要换4G 这样子呢 再帮你来做分级付费 消费者的接受度高吗 这真的 听起来不错 可是消费者他真的相信吗 我们来看看 3 2 1 消费者不愿意相信 阿唐为什么 因为对4G来讲 我们先从 我们从2G跳到3G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些电信业者 他们在架设 基地台的时候 其实我们3G当初 一起来的时候 是非常慢的 嗯 那 会不会势必到时候 到4G的时候 我们一样是 一开始没有那个品质 可是你要取消吃到饱 就说吃到饱 取消之后 我们频款就会变得很顺畅 那如果你基地台 没有弄起来的话 到时候我们吃到 也是3.5G这样 那你所谓的4G费率 你又要怎么定 这其实是 就是有一些问题在 而且消费台是不放心嘛 我现在至少付了一点钱 哦 至少还可以吃得饱 对不对 其实慢了一点 而且我们再来看到 实际上来讲 常伟哥 现在呢 我们看到 这是官方的行政委 这个委员呢 张善正他的说法了 现在还有这个四大问题 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就是他 试照太慢了 那现在如果说 你试照出来 那现在提早试照 去拿到执照的人 可能就是像刚刚阿汤说的 你做白老鼠 像以前3G刚出来的时候 微保电信一出来 可是你就 他只有3G 他又没2G 他基地台不够 那就是造成你可能 很多地方是没办法用 或者是速度不够快 那而且他的频宽 可能因为刚开始 可能在台湾 你要需要去调整 是不是这么符合 台湾的一些环境 可能也要再试试看 那另外可能消费者 比较有疑虑的 就是吃到饱 然后可能还有YMAS 以之前推的YMAS 这些厂商该怎么办 这是麻烦了 因为我们知道说之前 就是4G跟YMAS的之战嘛 之前常常给我们分析过了 而且阿汤还有一点 即使我们真的是4G了 速度真的可以像国外 有些市区真的很快 对不对 不一定 所以说其实我们不见得 可以有这么快 这么完善的这个环境 所以说政策先推 但是我们是不是 真的民生整理经济 可以跟得上 这还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很多时候 说到就要做到嘛 对不对 包括阿汤 娶老婆也是哦 如果观众朋友们 你们即将要步入礼堂的话 婚姻的大小是 待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网站 什么样的APP 最方便呢 待会一起揭晓